哈囉大新台灣的東風大道 蔡英文在這一次陳水扁的 研壓裁定裡頭也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 包括這個蔡守遜在寫 有逃亡之餘這一段的時候 特別講到蔡英文是在9月2號的時候 才去美國的 跟陳水扁7月2號 辦護照的時間有蠻大的落差 那有這麼長的時間落差 為什麼有速辦護照的需求 那另外也提到陳水扁在看守所裡頭 是說主席一定要來 就蔡主席要來那個效果會不一樣 蔡英文某種程度上面 陳水扁在這次裁定當中 當然他發起了連署的行動 是有某種角色的 他如果非常仔細的看 這份裁定出陳水扁所作所為的話 他會不會覺得他這個連署 就陳水扁是有問題的 當然他是知道有問題的 你覺得蔡英文今天這些行為 就是我剛才講說 我當然同意文家的那個方向 是希望他們做這一份聲明 是想擋住陳水扁這個土石流 然後可以創造民進黨一種 可能的未來 那這個其實是不做準的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是我們可以看出來 蔡英文做這個事情 從頭到尾是不甘不願的 他並不是說很積極想去做 他是被推推推 被趕壓至上下 然後趕壓至上下是一個回事 事實上他也感覺到他受威脅嘛 才有今天